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以来强调一件事 通膨绝对不是说 一个月两个月下跌 它就叫做回落 绝对不是这样 通膨这一件事 它是一件 影响股市会比较长远的事情 所以对于联准会来讲 对于包额来讲 它一定要 就是说两者要取其一 要么它就要让经济持续成长 要么它就是要去用 比较重的手段去升息 去压通膨 如果说要压通膨 经济一定会或多或少 出现部分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它是从之前就一直有了利空 好 那你去想 我们在近期 从下半年开始 指出这样的季线之后 我们不断去操作一些 评价稍微低 已经跌破基本价值的股票 但我们买股票的理由 从来都不是 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从来都不是说鲍尔它已经大幅度的转向隔派 而是说股票 它已经低于它最基本的价值 既然是因为最基本的价值 我们去买进 就代表说这个时间点的下跌 它又是新一次的买点 你去看 来今天的股市 今天的加权指数 今天的加权指数 主要还是因为说 鲍尔它的言论太过于银派 但是就像我讲的 如果要压通膨 必须要牺牲经济成长 这一件事它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一件事去买股票 而是说股票 一档公司 一档公司的股价 它已经提前反映这部分的利空 等于是说 接下来会不会经济衰退 会 可大可小而已 就是说如果要去降通膨 经济一定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衰退 这是已经确定的事实 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在强调 但是相对比股价 对一些公司来讲 它的股价已经很充分的反映这部分的利空 包含说产业的问题 终端需求的下滑 库存的过剩 甚至说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经济衰退 很多的股票在上半年早就已经反映结束 既然说它已经充分反映 这一次的下跌 它又是星期四的买点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 唯一有变的就是星期四的买点 这个逻辑我们在当时六月份 也有特别强调过一次 所以你去看我这两大平台 Light Light跟Telegram ID都是小老鼠 WE178 Wi178 你加入这两大平台 你去看一下六月份跟五月份的文章 你会知道为什么说 今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全新的利空 就是原本既有了利空 市场再去反映而已 而且今天还有一件事 算是说非常值得信心的事 就是新台币大幅度的贬值 那就像我讲的 如果是因为新台币的贬值 而造成台股的下跌 这部分的卖压 它是属于被动式的调节 既然是被动式的调节 它无关基本面 也无关产业面 那都有好股票 左半边的股票拉下来 不就是一个全新的买点 所以你看 你说今天指数下跌 有没有合理 非常的合理 新台币贬值幅度这么大 这么长一根红K棒 重贬 外资一定会去做被动式的调节 就是说 先不去论什么外在的因素 通膨因素 升息因素 这些都不去讲 光是新台币大幅度的贬值 这件事 外资它就势必是需要去做被动式的调整 它需要去把部分的新台币 转移到美元 因为美元太过强势 它不得不去做 因为他们的部位本来就是 各国货币搭在一起的 所以当美元比较强势 新台币一定会被调节 要新台币调节 一些大型全资股 一些涨多的股票 一定会有卖压 所以其实这一连串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对于很多的好股票来讲 拉回来就是新一次的买点 就像我说的 这类型的股票 为什么在上周我们会一直强调说 左半边的股票 它不会受大盘影响 因为这部分的股票 它已经跌破它最基本的价值 跌破最基本的价值 就算遇到新的利空 对于这些股票来讲 它不过也就是多一次的买点而已 你去想一个逻辑 我们把它具体的讲出来 一台全新的iPhone 卖2000元跟卖3000元 4000元有差吗 没有差 它一定都可以卖得出去 就是这样的逻辑 它就是已经很明显低于 它最基础最基础的价值 所以就算遇到说新的利空 新的一些突发性的卖压 它不过就是多一次全新的买点 所以今天指数的下跌 我觉得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尤其是说对于说 很早就已经跌破 基本价值的股票来讲 它更是一个好买点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你说 鲍尔他会不会在 事出什么样鸽派的沿路 或者说怎么样 我认为是难度比较高 经济衰退这件事 对于美国来讲 我认为是已经成定局了 就是说它不是说会不会发生 它是肯定会发生 看它的严重性而已 但是发生也无所谓 因为很多的股票在上半年 早就已经反映这部分的利空 就是说股票它本来 就会提前反映利空 那只要说股价已经充分反映 新的利空下来 不过就是多一次的买点 你去看 为什么我会说 只要低于最基本的价值 胜率基本上是9.9 不论说外在环境怎么变动 不论说有什么新的利空出来 你去看市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661的市新 我们在8月12号 前一周五有讲过 700元上下进场 800以下都是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因为主要是市新它在今年 保守就是30元 保守30元不到800元 非常非常便宜 好 8月19号 800以上先获利一趟 拉回来再去做低接 8月12号公开预告 800是它最基本的价值 只要在800以下 它的胜率就是高达9.9 就是说 它目前已知的获利 大概就是保守就是30元 EPS 保守30元的EPS 对比上一档 IPC制裁不到800元 本益比大约是30倍出头 它一定有千金的实力 那跌破800以下就是一个 几乎是不可能卖不出去的价位 就像是一台iPhone 它的逻辑把它具体化 大约就是像全新的iPhone卖一万 怎么可能卖不出去 一定会有人去买 所以其实今天的拉回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一项商品它又标错价格 要标错又标错价格 一定是去抢买嘛 而且这样子的时间不会持续到太长 你去看 当时有讲过 8月22 基本价值是800 800以下买胜率9.9 公开写出来 隔一天 我们在775上下去买进 当天有公开讲 往上拉 上周4 8月25号最高来到847元 往上拉 800以下随便买 获利都是50到60元以上 所以其实就是说 包含像法人 包含像一些中石户 大户 他们也会知道 一间公司未来的获利可能会怎么样 那既然说这些法人 大户也都知道一档股票基本的价值 只要低于 大家一定是去抢 大家都不是傻子 只要说发现它真的低于基本价值 一定去抢买 所以366月24星 8月25号往上拉 最高来到847元 上周五小幅度的回档 一样是持续看好 好 重点来了 今天 今天指数是下跌了将近400点 一度下跌将近400点 366月24星早盘一度跌破了800元 一度跌破800元 买盘马上进场 最高来到875 是不是 它持续时间不会到太长 因为它的股价就是很明显低于它最基本价值 一旦出现 大家一定去抢买 就像是一项商品标错价格 当大家发现到它是正货 它又标错价格 怎么可能不抢 一定去抢 所以你看 366月24星 800这个价位 就是它最基础的价格 最基础价值 今天早盘开机之后 在800元以下的价位 停留大约是一分钟 大约是一分钟左右 开机跌破800元 买盘马上非常大举的进场 因为市场也知道它已经跌破基本价值 所以这其实是我一直在 近期一直在强调的观念 你说胜率9.9会不会太夸张 完全不夸张 因为每一间公司一定有它最基础的价值在 那这个最基础的价值 只要说股价跌破 它一定会涨 除非说遇到什么天大的利空 地缘政治风险等等的 非常夸张的黑天鹅 否则只要说盘面不思绪的情况下 这些股票 大家一定会去抢 应该说 你想买 它的时间也不会到太长 像世新 今天跌破800 稍微震一下 不到一分钟就拉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 跟我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800元对比上世新是它最基本的价值 只要低于胜率就是9.9 今天找盘开低 800元以下随便买 尾盘最高到了875 而且今天世新是涨了半根涨停半 从700一路到875 中间操作了两趟 价差合计超过了200元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说 这个时间点 我们去买股票 最大最大的原因跟理由 不是说 台股它不会有什么风险 经济不会衰退 包括它已经不会升息还怎么样 而是说一大堆的股票 它早就已经跌破最基础的价值 这些股票胜率就是9.9 就是已经太便宜了 太便宜 它的上涨 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一定涨 就看它用什么样的形式 什么样的利空 什么样的利多 下去做发酵而已 你看像世新 它也没有说什么天大的利多 股价自然会拉上去 因为它就是过度便宜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一大堆这类型的股票 应该是说 因为上半年的下跌 导致说这个时间点 台股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利空的顿化期 还没有结束 台股还是处于利空的顿化期 既然是在利空顿化期 只要有新的利空过来 造成的拉回 它全部都会是买点 尤其是加上说 今天新台币大幅度的贬值 贬值幅度这么大 怎么可能不跌 一定跌 但是这样子的下跌 它是属于非经济因素 属于非经济因素的下跌 不就是全新的买点 所以你看 3661的世新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700元上下买进800获利一趟 拉回到800以下 775进场 今天最高又来到了875元 包含像是3653的建策也是 3653的建策 当时我们有讲过 你可以发现到 建策跟3017的齐鸿 它都是属于散热 而且它都是属于伺服器的散热 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说 它们在均热片的营收比中很高 等于是说 建策跟齐鸿 几乎可以算是同样的产业属性 但是为什么 齐鸿不涨 建策涨 齐鸿在跌 建策却大涨 原因很简单 因为建策的股价太便宜了 就像我讲的嘛 你说两台一模一样的iPhone 一台卖一万 一台卖一万 一台卖两万 你要卖谁 一定是买一万 所以建策也是啊 3653的建策 我们当时有讲过 400以下 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价位 因为网通好 伺服器会好 伺服器的 伺服器好 散热就会好 其中的均热片就会更好 全年16元 跌破400 是不是马上 有买盘进场 往上拉 相对强势 因为对比上建策来讲 基本价值就大约落在 400元以下 所以包含像建策 包含像是世新 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应该是说 今天很多的股票 都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它就是已经非常非常便宜 在往下拉 它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 唯一的改变 就是多了一次新的买点 所以一定是说 要把握这样子的买点 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低接 因为就像我讲的 胜率9.9的股票的行情 不是说天天都有 这个时间点 之所以会有这样子 胜率9.9的行情 一切都要归功于 上半年的下跌 所以你去看 今天的新台币 大幅度的贬值 光是这件事 你会知道 今天就是一个 很好的买点 可能说今天跟明天 因为就像我们讲的 新台币贬值的当天 或是隔天 后天 往后推大约是 两到三个交易日 市场资金会持续做被动式的调节 这个被动式的调节 不是说不看好股票产业 纯粹就只是在货币之间去做平衡 美元强 拨一点台币到美元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对于趋势性够强的产业 拉回全部都是买点 平盖股 网通 那包含一些台积电设备 这些全部都是 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9.9成胜率的行情 不是天天有 买点也都是稍重即逝 下半段回来讲全新的翻倍升级黑马股 先进入中考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你去看 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一两个月 我跟你说一定要去买股票 最大的理由是在于说 很多的股票它已经跌破 它最基本的价值 这是我们买股票的理由 而不是说 接下来的经济会多好 产业会多旺盛 绝对不是 因为你如果说真的要去讲的话 面板 群创跟友达 它有什么前景 没有 今年是亏损 明年能不能赚钱 还是未知数 但是为什么它会涨 因为它的股价 已经跌破最基本的价值 所以其实你去看 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告诉你说一定要去买股票 因为胜率高达了9.9 我们是建立在 很多的股票已经跌破 它最基本最基本的价值 那今天的下跌 也是因为鲍尔又释出老掉牙的利空 偏鹰派 现在还必大幅度的贬值 那跟我们买进的理由是完全不冲突 那对于我们来讲 这是不是就是吸你吃的买点 就是说这样子的逻辑 当初间的利空跟你买进的理由 它是不冲突的 这些就是买点 所以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跟Telegram ID都是W1178 前面要加小老鼠 Lite跟Telegram里面资讯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对大资金的投资人来讲 我的操作模式绝对是为你量身打造 就像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 你1000万的资金 你会敢去全部去买一档 肯定涨20%的股票 但是你不会敢全部去买一档 有机会涨60%的股票 就是说之前我们站在自营部 金控的自营部 我们经手的资金都是10亿百亿 那我们追求的是 用大的部位赚最稳定的报酬 所以为什么会强调说 股价低于它最基本的价值 胜率就是9.9 运售这样子的股票 才能让你买得非常安心 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所以这两大平台记得先去加入 那以今天整体的盘式来讲 总结来讲你就去看这张图 新台币 只要新台币在明天后天稍微的 也不用说升值 就稍微的回稳 稍微的回稳 你会发现一大堆的买盘开始进场 开始进场 因为它无关基本面 也无关什么产业面 纯粹就是外资在去做被动式的调节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 我们在上周就讲过了 就是说如果今天指数跌了300点400点 但是新台币没有动 这个就很严重 这就可能说真的是出现什么样状况 或者说产业的利空 个股基本面的利空 这就比较严重 但是如果说指数跌 搭配上新台币的贬值 合情合理 所以包含像是2368的金像店 也是啊 当时有讲嘛 80元以下随便买都不吃亏 今天也是跌破80 买盘马上进场 是不是 80元以下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市价单随便你买 因为它是一档金像店 就像我讲的嘛 它的产品线是在伺服器加网通 两大说趋势性这么强的产品线 都是网通跟伺服器的PCB 今天保守8元 保守8元不到80元的股价 买进之后怎么会吃亏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市场很快就会去发现它 所以今天开地之后也是往上拉 包括像4739的康普也是 上周完全不受大盘影响 120元以下买进 一路往上拉 最高到了138.5 当然基本面没有任何的改变 产业一面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今天开地125元以下 是不是又是一个全新的买点 120到132 开地又是一个全新的买点 全年保守7上看8 那它两大产品线 再振集材料电动车 加上特用化学台积电设备 先进制程 一项电动车 加上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两大块都是趋势产业 全年保守8 这个位置 全年保守7上看8 怎么可能会不涨 所以开地之后 又是全新一次的买点 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一次 因为新台币的贬值造成了拉回 所有的股票 趋势新的股票 公司它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唯一的改变就是又多了一次 全新的买点 那像我们上时候在讲的 网通的黑马股 隐藏版的网通黑马股 它也是今天开地之后 马上有买盘进场 它也是数字够强 不会怕大盘震荡 所以这个时间还是一样 只要针对左半边的股票 胜率股价基本价值 三者交叉了左半边 胜率就是高达了9.9 如果因为说什么样的利空 新台币的贬值 导致说股价拉回 全部都是新一次的买点 所以包含我们正在布局中的 影像感测的黑马股 还有像是电池模组的黑马股 这些拉回又是一次全新的机会 所以把握机会 直接来电 或直接视讯我们的两大平台 今天来电 明天马上带你去抢劲 像是世新 800以下 它的时间其实是不长 就一分钟 剩下的包含像是生计也是 这个位置 4142的国光森 今天也是相对强势 完全不受影响 开低走高 马上有买盘 那就像我讲的吧 国光森它主要是 市价流感疫苗 它已经取得中国的药证 那市价跟三价来比 市价的病毒株更完整 毛利更高 售价更高 那它是唯一的进口疫苗 市占大约可以拉到两到三成 不到40元的股价 怎么可能会 怎么可能不会涨 40元以下怎么买 基本都不吃亏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生计的行情也是 生计它的行情 至少会持续到 整个加权指数 进入了初升段 就是说进入一个 比较扎实的多头格局 生计行情而结束 这个时间点 它还是会一档一档轮涨 那我认为说 生计跟电子 这是两件事 把它分开来看 电子归电子 生计它就是 很独立的市场 所以我一直以来 都是把生计独立来讲 因为生计它有它的独特性 它不是去拿去跟电子彼 那就像我讲的 操作生计不找我要找谁 全市场全业界五大唯一 唯一具有五大唯一 六月预告生计狂潮 四月预告易得翻倍 六月说保瑞会翻倍 八月四号最经典 直接预告自行是一个买点 当天跳空跌停 锁死无量 重点是 新的市印证解盲没有过 八月四号当天 公开去买进 一路拉到了将近130 这就是对生计的熟悉度 还有最后一点 唯一具有生计背景的分析师 所以想赚生计 一定是找我们 当然包含像是易得 包含像是保瑞 包含像是台新药 都已经正式翻倍 这个时间点来看 可能在今年最后一档的 生计翻倍股是这里 因为说它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 如果在年底前 没有一个新的试音症 新的药症的话 它的股价翻倍的机会比较多 比较低 所以这一档 它有可能是在今年年底 最后一档 有机会翻倍的新药黑马股 特殊的细胞疗法 新药开发加上CMO 重点在这里 去年转亏为盈 明后两年持续成长 它是一档已经有数字的股票 所以买起来你可以非常安心 今天也是一样 开低走高 所以把握机会 不论说生计的翻倍股 还是说要去减 胜率9.9成的电子股 直接来电 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